男孩刚进家门 就看见渣男在欺负继母 他当即就要教训渣男 谁知继母竟拉住了他 并反手就是一个大逼斗 令男孩直接愣在原地 心想我可是来救你答 但继母却毫不领情 还一个劲地关心渣男 气得男孩转身就走 他找了个咖啡厅思考人生 可始终不明白继母为什么要出位 直到遇见了记者 才知道渣男为了色欲 不仅陷害继母偷了公司机密 还威胁他如果不从了自己 就会被公司开除 从而养不起男孩 为时已晚 男孩焦急地呼唤继母 却发现他早已割腕自杀 男孩实在难以接受 便拿出了父亲制造的时光机器 他要回到过去拯救继母 于是再次见到渣男 男孩上去就是一发直拳 并拖着渣男离开了现场 可等他打完渣男回来 继母却选择了上吊自杀 男孩只好再次回到过去 这次他没有理会渣男 而是带走了继母 并直言就是渣男陷害的他 可继母却并不相信 恰好男孩又拿不出证据 于是在重重压力之下 继母选择倒向了马路 当场被路过的汽车压死 男孩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过去 但继母就像必须要死一样 开启了花式死亡表演 一会在家中窒息而亡 一会在外面卧鬼而亡 弄得男孩彻底失去了信心 却不想这回遇到的记者 竟有着渣男诬陷继母的证据 他当即高价将其满下 并再一次回到了过去 趁着渣男还没有得手 他急忙拿出证据跟继母解释 逼得渣男原形毕露 当即想要逃走 而男孩也是不惯着他 直接一花盆送气归西 不仅成功救下想要自杀的记录 还与其走向了美好的二人生活